今天很想介绍这个慢煮锅Slow Cooker给大家看一看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非常喜欢因为很方便 我晚上睡觉之前把所有的材料放在里面加水 然后开动这个low最低的温度 就可以熬它10个小时8个小时 早上起床就闻到香味准备好了可以吃 这次呢我就是用了很多的莲藕 非常新鲜在网上买的 然后就加了红枣啊加了很多豆类 就是妈妈教的哦 她说很多的豆呢 红豆白豆啊黑豆啊加在一起 红枣加水煲了熬了一个汤 对女人身体特别好 尤其是冬天很直播哦 所以都听妈妈说 这一本大锅呢吃了好几天咯 那这一次就是为你们介绍这个慢煮锅